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片大佬 大导演尔东升更是坦率直言 香港娱乐圈现在就靠他撑着了 初出茅庐就得赏识 攀上顶峰二十多年的古天乐 究竟凭什么能哄这么多年 凭什么资深大佬会给予他如此肯定 没有谁的成就是一蹴而就的 哪怕是古天乐 1970年 古天乐出生在香港一个四口之家 父亲是个小商人 在街边开有一间卖衣服的铺子 勉勉强强维持生计 加密中学毕业后 年仅15岁的古天乐便进入社会 打工赚钱讨生活 几年时间里 古天乐当过搬运工 快餐店服务员 保安 销售员 1989年 香港黑帮文化盛行 古天乐也被影响 他教了几个称兄道弟的好兄弟 某天好兄弟们闹着要打架 让古仔帮忙忘风 为了一个意思 古天乐错误地出现在了作案现场 这么做的结果便是他被抓了 古天乐被抓后 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自证清白 而是思考如何才能揽下一切 更狗血的是 古天乐还委托外面的朋友 照顾自己女友 却惨遭朋友挖墙脚 因为此事 监狱里的古天乐大受打击 并经常跟人打架 每打一次就加一个月的刑期 而他多加了六个月 整整坐了两年的牢 古天乐说 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他把那个朋友视为最好的朋友 可是他没想到自己才坐牢没多久 就遭遇到双重背叛 不过这次古仔也因祸得福 在狱中 他逐渐认清事态炎凉 决定放下一切好好生活 出狱后 古天乐成功当上了模特 并凭借较好的外形 出演过张信哲 刘德华等大咖的新歌MV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一年后 模特公司就关门大吉了 失业后的古仔 只好一头扎进TVB的一元训练班 两节课后 便接起了戏牌 起初 古天乐成天TVB自制剧中跑龙套 运气好的时候 能露个配角眼 不过 凭借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 和天生励志 跑龙套刚满一年 古天乐就拿到了大热IP的男主角 1995年 古仔饰演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一绝 一炮而红 古仔迅速上升为TVB力捧的新人 与别人不同的是 他从不给自己设限 什么都愿意演 但让人不解的是 在职业生涯上不设限的古天乐 在此期间却坚持地给自己的形象设了线 虽说古天乐相当敬业 但不分昼夜的拍戏生活 让他受不了回家睡觉前浪费时间卸妆 于是他想到一个馊主意 换皮肤把自己晒黑 黑皮肤总不用化妆了吧 于是 古仔买了一个太阳床 下雨刮风都能晒 很快便大功告成 值得一提的是 美黑并没有让古天乐的演艺价值下降 反而让他成功打入电影圈 2001年 古天乐转战电影圈 不管演什么角色 他都会尽量在现实中体验生活 以此来演出真实感 虽然善于深入生活 但他本身却不喜社交 尔东生曾和古天乐合作过多部电影 他总是用一筹莫展 来评价自己和古天乐的交流 杜启峰导演谈起他的时候 总是说古仔这人不爱说话 一起拍过四五部戏后 他才愿意和你吃饭聊天 每天收工后 古天乐跑得比兔子还快 甚至剧组杀青吃庆功宴时 他都经常缺席 有人问他 你昨天去哪了 哦 不好意思 我回家和妈妈炖的排骨汤 有人说古天乐是妈宝男 其实不然 那是他把家庭放在了第一位 古天乐曾四次购买房产 每次都带着父母搬家 为了让二老住着的舒心 古仔更是花了上亿 买下一套花园洋房 如今 五十一岁的古天乐 就和父母一起住在这栋住所内 他知道 父母喜欢看烟花 花五千万 买下豪华游艇 给妈妈最好的观赏角度 而他自己买衣服 却要考虑 能不能多穿几年 铺款式 能否以二手的方式卖出去 2017年还被拍到 在用老掉牙的滑盖手机 他知道 父母喜欢看天下诗 尽管爸爸因病 变成小孩子 古仔都会尽量 陪二老外出旅游 对于他来说 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是和爸爸一起旅行 当活动方送给他 芬兰游的机票时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能不能带着父母去 对于古天乐来说 父母从来都不是他的累赘 也不是他交完赡养费后 就可以弃之不顾的存在 一个成年人最开心的是 莫过于在半辈子过去的时候 还能听到父母的唠叨 而如今 古天乐就正在享受着 这种幸福 古天乐和妈妈 除了孝顺父母 古天乐在享受幸福的同时 也在发光发热 做慈善 帮助身边人 且不求回报 由于疫情影响 近年香港艺人收入微薄 甚至出现了零收入的问题 艺人们苦不堪言 呼吁无奈 才发文呼吁TVB 之后 这事像是被谁压了下来 没了声音 而压下这件事的 就是古天乐 当时 古天乐以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身份 发起了香港电影工作者 替进支援计划 他号召了十家电影公司 总计投资了3900万港币 拍摄公益电影 而参演人员 便是那些失业的演艺人员 还有许多议员 领到了失业保障金 如果你认为 古天乐只在意这些大事件 那就错了 对于身边的朋友 他更是能帮则帮 默默无闻 多年前 吴志雄嗜赌成性 欠一下巨额外债 好友古天乐二话不说 便拿给了他一千万港币 古仔唯一的要求就是 吴志雄借赌 此后 吴志雄成功借赌 借赌并东山再起 当他拿着钱还款时 古仔却告诉他 这笔钱只未帮你渡过难关 我从未想过回报 港圈女神蓝结英去世时 大半个港圈都在发文哀悼 只有古天乐出面 处理了蓝结英的后事 鬼婆罗兰一生 未婚 无儿无女 时至今日 已87岁高龄 古天乐生怕老人孤独 经常去看网 老人有事 只要吭声 古仔都会 无条件帮忙 香港演员李昭基患癌 需大量资金治疗 也使古天乐从中资助 李昭基抗癌成功后 出院的第一句话便是 感谢古天乐的特别照顾 了解古天乐之后就会发现 他是一个自持 且有力量的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 最近遭受了诸多非议 8月 古天乐的新电影 明日战绩热影 近几年 古天乐有不少新电影 但明日战绩 是他最赏心的一部 因票房低迷 颓势难挡 在宣传现场 知道票房不加时 情绪一度很低落 让不少观众 替他觉得心酸 但也有部分网友表示 明日战绩票房差 说明还是电影太烂了 所以没人看 古天乐与其卖惨 不如想想 怎么创作真正好电影 粉丝们更是开始 不择手段的宣发 不仅疯狂安利 还疯狂绑架 在刘德华的评论区 突然涌进了很多评论 刘天王 明日战绩需要你的支援 这还算是客气的 另外一些人 用几乎命令的语气 要求他为电影宣传 而谢霆锋的评论区 也没能逃过类似的留言 在他们眼里 刘德华粉丝多 理应帮好朋友拉票 还指责刘德华 连其他圈中好友都支持了 而你身为一个香港人 居然不支持香港人 这还没完 更有甚者 将捆绑行为 上升到民族高度 古天乐的电影票房 达不到40亿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这又是为什么 他们的答案是 古天乐做了很多慈善 诚然 在牛鬼蛇神充斥的娱乐圈 古天乐是清流般的存在 截止到2022年 他以共捐资源建了 133所小学 128口水井 三座小型水电站 因此 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古天乐接烂片 是为了建更多的学校 慢慢地 相关调论又成了 我们为烂片买单 就能帮他多建学校 继而得出结论 我们欠他一张电影票 这种言论听来 不免让人觉得 是道德绑架 近日 古天乐突然登上热搜 报道标题 直接就写着 神经全死 古天乐报 又半身麻痹 相关衍生报道 同样引发热议 进入平台 最多人浏览榜单 全史里面 有两篇 都是有关 古天乐 神经坏死的新闻 细刊报道 他们的确没有编造新闻 黑图都是古天乐主演的电影 明日战绩片方 发布的内容 上面清晰写着 古天乐拍戏 拍到神经坏死 吃止痛药 维持继续拍 又半身麻痹 也是古天乐自己 对外透露的内容 网友也是十分心疼 纷纷在报道下留言 希望古天乐 早日康复 也有人建议他 到了退休的时候了 毕竟健康更重要 当然 评论区也有网友质疑 表示神经坏死了 就不会痛 宣传也要清楚合理 结果 还没等到网友质疑多久 古天乐就在本人账号回应了 直接澄清 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 古天乐开头 先开了一个玩笑 表示自己收到了 很多问候与关心 但是 又不是跟自己讲生日快乐 之后又让大家放心 直言报道标题有些吓人了 他访谈时候也说了 医生当时跟他讲的 是如果不处理 就会神经坏死 还好古天乐 不是晦记记医的人 他在几年前 就做完了手术 之后就好转了 手术还使用了钛金属 所以他才调侃 自己是钢铁造的 希望古天乐 能保持身体健康 就算已经经过手术痊愈了 也还是得注意一下 就像网友说的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你订阅一下